嘻嘻嘻嘻 哈囉大家好 我是哈姆 好的 來玩我們這款崩壞星球鐵道 好那是我玩這款遊戲的算第一天的半夜 半夜時間 呃大概玩2個小時左右吧 1到2個小時左右的遊戲進度而已 所以很多功能都還沒開 慢慢玩吧 先來輸入禮包碼吧 喔對話碼 不知道大家輸入了沒 我這邊手上有5組吧 可能還在找找看有沒有其他的 我也沒有認真找啦 看到就給他輸入一下 這3組是Facebook上好像有啊 我上去有貼 看拿什麼東西吧 那我現在人已經上那個列車了 列車長很可愛一個 吉祥武啊 好5組領完了 呃來看一下喔 那放在哪邊啊 信箱信箱 好太多紅點點了啦在這邊 信箱 位置的話還不是那麼熟 呃來看一下有什麼東西啊 這個應該是遊戲的鑽石了 就是要課金用的 它叫星球 這個是經驗值 然後這個是戰鬥的時候可以提高生命上限 信用點 好像都是給鑽石吧 還有經驗值是這樣 那這個20抽我已經領了啦 新手 一開始有20抽 一開始有20抽 好全部領取 那我們先把街面看一看吧 這邊是兌換碼跟漫遊簽證是什麼 生日子你可以設定 比如說尤其是4月26號開服嘛 你可以改成 隔天就開隔天的日子 那就可以馬上拿到獎勵啊 可以這麼做吧 商店看一下 感覺跟原神很像喔 原神也是 可以用這個來買這些 有些 抽抽券啦 埃斯坦阿蘭 阿蘭聽說是一個很不錯的四星角色 新手很不錯 有點像 四星戰神的感覺吧 原神也是有那個相領是不是 四星戰神啊 什麼國家堆一堆的 阿蘭應該也是蠻強的 蠻好用的 我目前知道的部分是這樣 好稍微看一下而已啦 成就 這邊有中文字還看得懂 訊息 因為這有點單機阿 這個訊息是跟NPC對話 他們有時候會丟訊息來 旅遊試記 好這邊有每天簽到可以拿這個召喚券吧 這個東西應該也是召喚券 星軌專票 1 2 3 4 5 6 9張喔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你等級 達標之後 開座等級是我們自己的等級阿 等級達標 帳號等級的意思 帳號等級達標就可以拿到這個召喚券 35級可以拿1 2 3 4 40抽 那加上新手信箱20抽就是有60抽 這樣至少就60抽 然後新手卡池是 有打幾折阿 反正它有打折啦 我們待會過去看 反正50抽的話是 好像是50抽就必出五星角是不是 應該是阿 稍微看一下 畢竟我也才玩1 2個小時阿 這個遊戲之前有一側二側三側阿 很多人都玩很兇阿 網路上超多影片的 我大概會試玩一下阿 但是 就這樣吧 試玩一下 了解一下遊戲阿 好我們繼續看喔 要籤 要籤應該就是卡池啦 這邊10抽打8折嘛 所以說原本你只要50抽的話 你會變成 40抽 40抽就可以 就可以抽了 抽到50次吧 是不是 應該是阿 就是你只要做到50抽 它只要花40張 你看我現在已經30張了耶 我啥事都沒做我已經30抽了 已經30張了 就剛剛那個5 剛剛不是那個嗎 帳號領個10張 然後新香再領個20張 這樣就30抽了 那這邊有一些機率我們來看一下喔 嗯...這邊有一些規則阿 五星的機率是0.6%喔 含保體一次2%就是 讓你50抽中阿 不然0.6的話你可能要快100抽吧 稍微抽到吧 好那一樣它會有四星角色跟光追 光追應該就是那個裝備阿 喔裝備 有點像那個原神的武器吧 就是武器跟角色參加一起這樣 所以它這個光追應該是指那個武器 但是它就是一個卡牌吧 就是一個卡牌的樣子 然後大家看一下吧 然後抽的時候會返回那個什麼 會獲得這個 抽到會獲得這個星嗎 跟原神一樣嘛 然後累積在星嗎 又可以再去買東西阿 然後再買過來抽 有點返回的感覺阿 好這個是新手卡值 反正沒有紀錄嘛 歷史紀錄 還沒有抽 很熟悉的介面阿 如果你玩過原神的話 應該對這個 會比較熟 然後它的移動有點像那個崩壞山 人物給我感覺比較接近崩壞山 好反正我現在有三月七嘛 然後艾斯坦 新手的 這幾次是新手的 好光追 好 一開始你不用煩惱說你要抽什麼角色啦 我是建議不用花時間在那邊刷手刷 你就把新手的角色拿一拿 這個均衡等級有點像那個原神的世界等級吧 開拓等級有沒有 然後你要去提升均衡等級 當然要提升阿 因為提升之後那個 掉的資源才會越好阿 才會更好 一開始不太需要刷什麼資源 不太需要刷裝備 跟原神一樣嘛 就是你等級就練滿了 世界等級就踢到最高了 就開刷這樣 開刷那些你要的東西阿 指南就是我們在玩的時候 會有一些成就是不是 讓你去完成阿 然後就可以領獎勵阿 好這個應該都是一次性的 書架是什麼 圖鑑的感覺是不是 教學目錄 就是這個遊戲它是有弱點的 每個怪身上會有一些弱點 然後你用弱點去打的話 可以破它的盾 反正就可以破盾這樣 弱點就是有分 冰風火雷 量子虛速跟物理 2 4 6 7種 好弱點攻擊 韌性就是它的護盾 這個你玩到這邊的話應該都會 好使用秘技 獲得這個技能 就打怪之前可以先出招啦 有點先手必勝的感覺 敵方就會被你冰阿被你幹嘛的 好兩倍速已經開了 然後自動戰鬥也開了 每次進入都要自動自己在開戰鬥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在設定改阿 不知道 解除效果 這個定嘛就是那個傳點 地圖傳點 就是你在地圖很大的時候 你可以傳送過去再去接任務 好因為我剛剛玩過了嘛 大概在3個小時前我有玩過 所以我大概都知道這些東西 都是我做過的事情 好 然後編隊的話可以四人組隊 這個遊戲是這樣 主角蠻強的 所以你不要 不要不放你自己阿 自己可以放 通常組成都是 主吸 複吸 輔助跟 奶盾 那我們這邊奶盾是那個3月7 他是我們的奶盾阿 負責奶的 負責盾 我大概幫大家 放盾就對了 欸他技能咧 這邊可以看到技能嗎 這個是那個角色的職業阿 他是那個存戶嘛 你看存戶的話是 保護能力有點像是 騎士肉盾的感覺 雖然他拿弓箭 比如說保護別人 然後那可能被打的時候他可以 用弓反擊 用弓箭去反擊 用弓箭去反擊 他拿弓 他是拿弓的阿 好技能 呃...戰技吧 那這邊 指定火方嘛 然後可以抵消 抵消這個有一個護盾 三回合 然後他反擊這樣 他會反擊阿 秘技是一個AOE吧 隨機讓單體陷入凍結狀態 這隻是我目前覺得我新手 他靠他打過一些關卡吧 有些小怪或BOSS比較難打 都靠他在那邊彈 我有失敗一場阿 然後也是後來靠他就過了 好 所以我們主角可以當作輸出 蛤...蠻強的 然後這一隻 艾斯坦是輔助 來看一下喔 有沒有 有沒有...加攻速阿 而且他有加防禦阿 有沒有 加攻擊力阿 有點像是我們的輔助啦 這隻也算是輸出 我還沒有用 我去喝個水 我都好乾喔 剛剛起來 好因為... 這幾天小孩子一直跑來找我玩他感冒 結果我剛吃...我剛吃感冒藥 所以昏睡到剛剛 現在起來 起來介紹我今天玩這東西 好反正他應該也是一個輸出啦 然後我們這個單騰也是輸出 首先這些角色 都是...都是他送的 都是他送的 好這都是他送的 因為我還沒抽嘛 因為我還沒抽嘛 大家看看我那個抽卡機我都還沒抽 我打算50抽再來抽 可能...明後天吧 明後天應該就50了 50張 50抽...挖40張這樣 我們再看一下喔 然後編隊看完了嘛 背包任務 好任務 這邊有主線任務跟支線任務 這邊有主線任務跟支線任務 呃...這個太空戰我就沒做我就離開了 然後現在在那個... 列車上面 這個遊戲一定是先做主線任務來... 跟支線任務來提升你的這個等級 齁 你的那個開拓等級啦 還有那個... 提升你的均衡等級這樣 好 然後這邊的話 這個是編隊 這個是背包 這個是... 我忘記了 對話是不是 行動摘要 然後這是那個卡池 它沒有顯示 但是我們...我已經玩一下下了嘛 所以大家知道 嗯... 呃...根據測試的玩家 的回饋是... 你0課的話 這個遊戲也是可以玩 不過它...也是不會卡關啦 然後你就把它當作一個...養成的遊戲吧 因為它可以開自動 好我們來吧 大概這樣吧 今天先講這樣 好我們直接玩一下劇情 阿池的話我明後天再來抽 然後戰鬥開兩倍加速 然後自動 就可以輕鬆過了 呵呵 就看奧義動畫 欣賞一下 看久了可能也會膩吧我在想 那它的劇情是不能跳過了嘛 所以... 你還在引導的時候 你會發現 就只能讓它一直引導 好這個光追嘛 新神絕色我現在五隻 遺物專有名詞 智庫喔 智庫喔 好角色 3月7 有語音故事 新魂不會是要多抽到幾次吧 我不知道欸 因為那個... 那個什麼 原神是命作嘛 是不是 幾命幾命幾命 一直抽一直抽一直抽 重複角色一直抽 就會升他的命作 是叫命作嗎 好久沒玩了 好我們去找下一位吧 3月7吧 都還沒玩啊 呃... 哇 好夢幻的那個房間喔 好好喔 好好喔 這個... 宅男的房間如果這樣也不錯喔 那... 把粉紅色的娃娃元素去掉 你還有一個桌子 L桌 然後你的螢幕 電競椅 還有一些牆壁的一些洞洞板 好好喔 我們來坐下喔 幻想一下 桌子有點矮 他不能坐下喔 我以為可以跟原神一樣坐下 可以看到外面的風景 有一些照片 他叫我們參觀是不是 我們參觀一下 好參觀一下 這邊看過了嗎 參觀者 這個... 好休息區 好離開 這邊應該是要認識這個 呃...鐵車吧 鐵道列車不是鐵車啦 日本的那個火車也是 有的是一半走到一半是車廂 好我們的吉祥物 列車長 就這個吉祥物 我們今天至少玩到有戰鬥吧 好啦 玩到有戰鬥 不會玩太久 沒有戰鬥 戰鬥系統也沒有很複雜啦 就是... 破落點而已啦 哇哇哇哇哇哇 我的等級升級獎勵喔 哇哇哇這麼好 沒了沒了等級不足 只有等一下那個冒險家耶 就是原神有個冒險家 你只要升級之後可以去領獎勵 冒險家協會我想起來 好歹我原神也玩一百多幾啊 一百多幾啊 就是也算是有深入玩過吧 ESC看手機 好好友 好友是假的好友啦 當然你可以加真的好友啊 好邊緣人 沒有好友 好等待藥圈 GOGOGO 欸 在哪裡啊 在這裡 好我們去下一個星球 下一個星球 銀河列車 星河對我們身體被塞了星河啊 3月7 3月7算是女主角之一了吧 西粉好重 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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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玩到這邊需要有個BOSS站啊 什麼什麼瘦的 那個BOSS站打起來是蠻花時間的 好 好 那我就是自己先打過了啦 那因為它算是新手新手的一部分 這是第一張 算是第一張BOSS吧 我們那個太空站被BOSS 襲來的阿 列車然後靠站太空站 這遊戲是不能跳劇情的啦 不能跳劇情跟原神一樣吧 一點都就是對話跳快一點 不管他 坐在沙發藥籤怎麼那麼奇怪 沒有吸安全大機啊 我們坐高鐵都要吸安全帶 夕陽旗 還會震動喔 不用吸安全帶 GO 好 亞利路6 馬西羅 開拓之旅 啊 空間パラメーター異常 世紀的安定率 普蘭変更 這個駅的停車期間 啊 無限期 發生什麼事啊 虛速定域不知道什麼東西啊 我覺得這個機箱會有點像拍猛的定位是不是 有拍猛 原神的拍猛 這個是那個 瓦爾赫 他是楊書啊 就是我們要報仇說他把我們 置住我們的報仇 呃是 當然是之前的劇情 跟星河 影響脫不了關係 這邊應該是自動啦 你可以這樣子欣賞 好機子 機子有適用 他是火系的 火系的 他有適用登場下 今回の開拓の旅は 旅の目的 はっきりしてる いいよ また力を合わせる時が来たね OK 不能去啊 去了就要抽角 就要送角 好跟原神一樣會有適用的巨型角 這次我不知道會不會 再有強制巨型角 好啊 然後我現在是邊 邊四個人 OKOKOK 那這邊的話我就 玩到這邊吧 因為時間的關係有二十幾分鐘 今天主要就輸入了 序號嘛 至少有無阻 我會再貼上一次啦 把我知道序號再貼一次 然後稍微講一下這些功能的介面 幹嘛的 然後講一下編隊啊 組成啊 我們這個遊戲 主角主角是要上的啦 可以上啦 有點像一開始原神 原神一開始 主角是可以用後來就被棄用了嘛 沒有人要用主角 主角 好 那就先這樣囉 等下期我可能有50抽之後或是下下期有50抽 40抽啦 我就來抽一下 來抽一下50抽這樣 看可以拿到哪一隻五星角 OK好的我是漢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贊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拜拜 拜拜